近日,在连云港市东海县水晶公园的一处水塘内,当地民众发现了一种红尾巴的生物。 经专家确认,这是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水深甲翘动物,出现在两亿多年前,被称为仙女虾。 镜头前的这些类似于虾的小生物,体长在两厘米左右,浑身上下呈现一种浅绿色, 两只黑色的眼睛向两边凸起,尾巴为红色,并向两侧分叉,样子非常萌。 经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的水产专家确认,该种生物的学名叫枝鹅虫, 因为其外形优美,被称之为仙女虾,至今已存在超过两亿年,和恐龙是同时期的物种。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,据研究员王博介绍, 该类仙女虾体型较小,生命周期较短,一般只能存活两到三个月, 但它的卵却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,可以存活数年,等到环境适合的时候就会重新孵化。 仙女虾其实是一种节肢动物,节肢动物下面的一个甲鞘类, 它一般生活在一些小水塘,就是临时性的水平, 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,就是它们的乳,可以持续很长时间。 它和现在的这个虾没有直接的关系,最小的只有几毫米,大的也就一两厘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